每天三分钟获得一个心理知识 好 那么今天我们开门见山 就和你一起来分享 看透生活的六个心理学法则 第一 蔡格尼克效应 指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 如果工作尚未完成 它会因此念念不忘 它解释了 大脑有时候会有旋律和念头挥之不去 不停单曲循环 因为大脑倾向于思考尚未解决的事情 小窍门是想想这首歌的结尾 就能更快结束死循环 蔡格尼克效应容易使人走入两个极端 第一是过分强迫 面对任务非得一气呵成 不完成便死抓着不放手 第二是驱动力过弱 做任何事情都拖沓 时常半途而废 无法彻底完成一件事情 第二 静果效应 越是被禁止的反而越想弄到手 比如越是被家长禁止压迫 反而使双方爱得更深 又比如你越想把事情隐瞒 不想让别人知道 反而引来他人更大的兴趣和关注 人们倾向于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产生好奇 可以利用这点让对方对你产生兴趣 第三 叶克斯多德森法则 它描述了焦虑程度和解决问题的效率之间的关系 焦虑程度过高和焦虑程度过低 效率都很低 中等焦虑时效率最高 学会利用焦虑能让我们事半功倍 第四 鸟笼效应 1907年詹姆斯和好友卡尔森打赌 詹姆斯说 我一定会让你养一只鸟 卡尔森不以为然 没过几天 詹姆斯送给卡尔森一只精致的空鸟笼 可来访的客人总会问他 你养的鸟什么时候死的 卡尔森不想总回答问题 也舍不得扔掉鸟笼 只好买一只鸟养着 利用鸟笼效应 我们可以尝试两个方面的改善 对于不想要的东西 不想养成的习惯 要及时扔掉和改掉 以免投入越来越多的成本 浪费自己的资源 对于自己希望改变的事情 比如变得更美 更自信 可以从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开始 为了配合好看的发型 逐渐投入成本 在服饰 谈吐 身体姿势 思维模式等地方 第五 登门槛效应 又叫做得寸禁止效应 是指一旦接受他人的 微不足道的要求 为了维护前后一致的好人印象 就有可能接受对方更大的请求 在人际交往中 当我们要求某人 做某件较大的事情 又担心他不愿意做事 可以先向他提出一件 类似的较小的事情 第六 提猫效应 是指对弱于自己 或者等级低于自己的对象 发泄不满情绪 而产生的连锁反应 人的愤怒情绪 会沿着社会等级 关系强弱 由上到下传递 无处发泄的最底层个体 也就是猫 成为了最终的受害者 这是一种情绪疾病的传染 现代社会中 工作与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竞争越来越激烈 人们容易导致情绪的不稳定 如果不及时调整这种消极因素 带给自己的负面影响 就会身不由己地 加入到踢猫的队伍当中 被别人踢了之后 接着去踢别人 这不仅于事无补 反而容易激发更大的矛盾 以及给自己和他人 带来更大的伤害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喜欢的话 分享给你的小伙伴吧 我们明天见